腾讯体育腾讯视频 自己拿球获得了一定的空间 起左脚的大力抽射 打进了自己这个赛季联赛的第三个进球 姚军胜的身边没有人管 陈子柜过来 然后田子一被缓过去 两个防守人之后 再来补的球员就已经来不及了 28号右边后卫周心 也过来 想要扑姚军胜 但是他上来的时候 对方已经起脚了 这将队现在踢得很耐心 钱姐给的斜传进去里面 王东生 百度 这球差点变成自败乌龙 这将队又一个战术角球 钱姐给起来 门前 套球一蹭 又来了 2比0 这个球越位了 中间队友百度往后蹭的时候 梁纳多应该是在越位的位置上 梁纳多现在还是占据着中场联赛摄手榜 榜首的位置 这下没有越位 但是这个时候梁纳多是越位的 梁纳多至少是成名球员 戴伟俊早就走了 然后在7月份以后 好球 姚军胜今天状态真好 挑球过人 这边是埃夫拉 找成进配合 埃夫拉进进去打门 2比0 刚才那个球没算 但是过了不到一分钟 第二个进球还是来了 成进这一挑 这个姚军胜这一挑就非常灵性 然后埃夫拉呢 找成进再做一个配合 今天浙江队前场的两个小个子中场球员 各自都有突出的发挥 成进算是两次助攻了 然后姚军胜打进了第一 我们也不想看到这些运动员们 这些教练员们在苦苦支撑 前前给右道进区里边 倒三角传回来打门 梁大多 中场联赛第17个进球 浙江队今天 可能想进多少球就能进多少球吧 深圳队上一轮是1比5输给了梅州客家 防守当中这边徐瑞峰拖得太靠后了 中位都顶上去了 徐瑞峰拖在后面 让这个防线变成了反马蹄 陈杰给呢 也正因为这个反马蹄没有原位 然后再 大魁来了 尼亚山姆歇魁 把球蹚起来 扛住身体 打门 哎呦 这球打在了边往上没进 哇 沐歇魁虽然速度上 可能跑不过快马张远 落点啊 但是沐歇魁并没能冲起来 好球 艾弗拉脚后跟踩 曾经再坐回去 艾弗拉进进区 又倒在地上 这个球 艾坤好像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吹哨 哦呦 下半场的郑达伦太勇猛了 人球分过造了刘浩帆 一张黄牌 冰回放 今天的视频距离裁判是马宁 还有金超 艾弗拉这个起步 起速的 这前几步的速度是太快了 艾坤看了一会儿 决定给点球 这样 深圳队 呦 但这个点球 齐前一动了 要重罚 董春雨说 我好歹帅了一下呀 没有什么太大的胜负的压力啊 这个点球罚进罚不进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大魁再给一次机会 大魁这次打进了 4比0 这将对今天四个球员 所以其实对我们的球员们来说呢 不管环境如何 不管俱乐部的状况是不是艰难 好机会 成金 哦 好球 董春雨这次出就没问题 弥补了刚才 像湘君之导说的一样有伤 要不呢 可能就还是钱的问题呗 好球 王于栋有机会上门 打在了董春雨的肩膀上 再打 这次来一个巧劲 补射 呦 这球就是进不去了 但是深圳队的球员 也一直没办法解围 球还在浙江队这边 再传进去 后点投球 这球进了吗 球进了 5比0 不管是张佳琪进的 还是沐县奎进的 这个球肯定是进了 已经过了门线 呃 董春雨在这儿 非常忙碌 第一下 这是后来了 应该是大奎进的 张佳琪这一脚呢 还是被董春雨 极限扑就 转球次数 深圳队不到张佳队的一半 成功率 看到王玉栋 这次 这球 补射的大奎 没能赶上 球被对方 陈不良 提前破坏了 06年11月 那快17岁了 王玉栋应该是 打破不了这个记录了 现在进球的话 应该也超过283天了 好 这时候 这边全掌比赛 结束的哨声 已经吹响了